这个题呢说如果正整数xyz的算数平均数是10的话 问你以下哪一项是z的最大的可能值 首先我们根据平均数的算法可以知道x加y加z肯定是等于30的 对不对 那要求呢是z尽量大 所以xy呢必须要尽量小 又告诉你了xyz都是正整数 所以最小的正整数是1 对不对 那z必然等于28 28是最大的一个可能的z值 所以答案呢是私底学校 对不对 对不对